我终于得了计划 我非常努力 台上的不是专业演员 却表情到位 每一位很快就进入角色情绪 马来西亚雪龙慈亲为浩瀚父母恩音乐首语舞台剧《选角视镜》 所以对我这样残忍 约30所大专院校的学生参与视镜活动 志工挑选出350人参与11月的演艺 我接受不到啊 请你不要这样可以吧 我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舞台剧的方式 把我们每个剧情所要表达的内容 传播给我们所有的观众 让观众能真实的感受一下 其实心情比任何人还要更来得值得 我刚开始演妈妈 就是我们是两个人 一个演妈妈一个演孩子 就是觉得有时候父母 父母很多时候就是他们 其实是想要表达他们 就是他们是关心我们的 但因为有时候我们好像很烦啊 然后就不想要理他们 那我们就随口就讲 哎呀不要烦我这样子 但其实我们讲到很轻 可是他们其实心里是 可能是受到很重这样子 就很伤心这样子 在六场的试镜活动中 刺激之工邱秀妹就参与了五场 以妈妈心来陪伴这群大学生 都很希望把他们引进来做慈青 然后就是其中一个目的就是 是要把清流带进校园 演艺还包括手语 慈青同学希望可以接引更多年轻人 一起来弘扬校道 大约新闻真上美聚工马来西亚报导